大家好,欢迎来到飞越心理健康部门所带来的 认识忧郁症视频系列 我是小麦 在上一集的视频里 我与大家简单的介绍什么是忧郁症 以及我们接下来会讨论关于忧郁症的课题 那么在今天的视频里呢 我会与大家分享忧郁症对于一个人的生理上 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大家知道吗 忧郁症患者通常都患有失眠或者是失睡的生理行为 换句话说呢 忧郁症患者的其中一个症状 就是睡眠问题 忧郁症患者会出现失睡现象的部分原因 也是因为他们的睡眠品质不好 这就导致他们的身体根本无法好好地得到该有的休息 虽然他们入眠但因为睡眠素质差就会变成一种有睡但好像没睡一样的现象 这就会让他们经常感到身心疲惫而想继续地休息与睡觉 而对于面对失眠的忧郁症患者呢 因为忧郁症它本身就是一个影响情绪与思想的精神疾病 所以这些混乱的思绪以及沉重的心情 往往会让病患难以入眠 饮食方面忧郁症患者也会在病情的影响下逐渐失去胃口 这也是以刚才所提到的混乱的情绪以及沉重的心情所导致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 比如说你刚刚失去一位亲人或者是刚与你的另一半分手 在那么样伤心以及沉重的心情下 你也是不是可能会暂时失去胃口而不想吃东西呢 所以再想象一下 长期处于在这种忧郁心情的忧郁症患者 他们的食欲也肯定会被严重的影响 久而久之就会出现体重下降或暴瘦的情况出现 除了睡眠品质下降失去胃口 忧郁症另外所造成的生理影响也包括了身体疼痛 在一项2015年的研究报告中显示 忧郁症会导致人体对疼痛的忍耐性下降 这也意味着身体会对疼痛比较敏感 因此忧郁症患者会更容易地感到身体不适 如腹痛、头痛或者是背痛 而说到这里 大家可能会认为我刚才所说的全部忧郁症症状 都是互相排测的 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很多的忧郁症症状呢 其实它们是互相影响的 比如说为什么忧郁症患者会感到头痛呢 其实这部分原因也很可能与睡眠有关 当一个人没有得到充足的睡眠与休息时 身体的器官根本无法得到好好的修复 血压也很可能会偏高 而这些因素呢都可能导致忧郁症患者感到头痛或身体不适的原因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说到这里 在下一集的视频里 我会继续与大家探讨与分享对于忧郁症的认知 以及它所带来的影响与症状 谢谢大家支持我们飞跃心理健康部门所带来的 认识忧郁症视频系列 我是小麦 我们下一集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